小艾同学把你写的咒文给我用一下 我们这个驯微学习机升级了星火认识大模型 星火认识大模型 他是科大驯飞最新推出的通过那个深度学习AI上法 然后用大数据训练出来 以人类一样拥有那个认知能力的智慧大佬 这款应该是首次发布有认知模型的学习机了 那现在的学习机和以前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据说星火认识大模型里面的AI咒文批改 现在已经可以做到像老师一样给到 具体的咒文那个批改建议和润射 我们来赶一下这第一波热潮 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厉害 听起来挺轻轻的来试一下 好 一样的轻轻 这个是老师帮我稍微修改了一下 然后贴在教室后面的文章 来我们试一下这个内人的作文批改功能怎么样 小飞小飞 我来了 帮我批改作文 语文作文批改 哇 这个动画批改也太厉害了吧 感觉有个AI老师 再帮你实施批改 哎呦 不是哦 看一下牛小AI的错别字 几个嘚嘚不分呢 对这里还有个知识卡片弹窗 这里解释了 这个字的意思和用法 哇 这个修改的好仔细啊 你看这容易是不是写的有点啰嗦了 还给了修改建议 还有这 成本缺失 是不是 这批改的很细致 也有理有据 指导意很强呀 纽约学习记的作文批改会比较空洞 没有互动感 只是简单的纠正知识错误和标点符号 轻火大模型加入后整体的 作文批改就变得更具体 也更有深度 我觉得最后这个评价建议给的很好 如果你再把情感写的更细一点就更好 这个还可以批改映影作文 你看你这个地方还需要改它一下 作文批改也太厉害了吧 据说数学也有升级 数学升级的也很强哦 你看这里的AI恐怖精准学 根据教材知识点和本地考勤大数据 可以生成三级难度知识图谱 每个知识点的情况更细化了 孩子可以按照自身的能力阶段 和所处的学习阶段 分层学习 可以选择孩子自己能力匹配的知识图谱去学习 对我们高年级来说更精准的同时 也能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 知识点AI算法逻辑结构清晰 支持全部提醒 学群分析确实精准 有的学习机只支持填空选择题 这个T20 Pro基于大数据加AI算法 加认知大模型的AI同步精准学 还能够根据答题展现的能力 实施调整推题资源 提供最优的学习路线 而且资源一直在根据实际情况来更新 真的牛 做题前会提供解题方法点拨 做题过程中有互动引导 有多种解题思路 最后会对解题方法做个总结 积累做题思路 这个练英语的TalkTalk 也是基于顺飞星火认知大模型学习机 里的重磅一环 你看这边 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 我们来选一个试试吧 它其实更像一个辅导帮手 24小时在线随时随地英语脚 这个功能很不错 对于口语练习真的很有帮助 顺飞这个语音识别技术没得说 再加上星火认知大模型 可以随时随地免费唱聊练其口语了 发在星火认知大模型的科大训飞T20 Pro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学习机里的王榨产品了 让学习机变一对一的专业辅导助手 真的是挺牛的 我们也算确实感受到人工智能对学习的帮助了 据说后面它还会升级更多的功能 小爱你期不期待 我们走 我们下期再见